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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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射的是卫星还是导弹 参天猴 我跟你说这次今天的主题应该叫朝鲜不高兴 连带着日本也不高兴了 是吧 诶 我一向张老师先了解一下当今的局势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家 我一看形势很危急啊 说日本什么几艘宙斯顿级那个舰艇已经开到那的说朝鲜要敢打导弹 我们就拦截 用的还是叫什么标准三 说比爱国者还牛 要拦朝鲜这发射 但是说这里边好像有个关键的分野 这个咱们军火专家 所以说到底他要发射卫星还是发射火的导弹 其实没发生我也不知道 但是两种都有可能 就是从政治上来判断他肯定是卫星 因为98年的8月31号啊 他发了一个卫星 当然他自己说的是卫星啊 那么是这个第一级火箭第二级火箭都掉下来了 掉在日本海附近 然后第三级呢 应该是个卫星 他说送入轨道了 而且以27兆赫的这个频率 播送了这个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歌颂他们的歌曲 还发了这个摩尔斯报马 自主朝鲜 那么但是 自主朝鲜 就这个摩尔斯报马 摩尔斯报马可以像电报一样 报文出来是自主朝鲜 自主朝鲜 自主研发嘛 咱们现在也听 自主研发 听懂我自己把自己给主了 是什么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当时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就说你发的是大普洞一导弹 那么后来2006年的时候 他又发了一个 就连发了七个 其中六个都是短程的 一个这个就这东西 夹在中间 没发成 为什么没发成 没发成 半四十秒就爆炸了 哎 他怎么这个技术无关 是吧 他就是过载太大了以后 他自己爆炸了 爆炸了之后呢 再过三个月 他崩 炸了一个核 核试验 他就进行了 就2006年的10月9号 你忘了 他试了一个核试验 那么现在呢 回过头来 又要弄那个2006年的这个7月份失败的那个 7月14号是美国的那个 独立日那天发的 2006年 要弄这个就紧张了吧 说你是不是 因为你已经做了核试验 你要再把导弹试验完 你俩搁一块 你不就说有核武器人打美国去了吗 美国就说你这万一要冲我们夏威夷过来的话 我们就拦截 对啊 然后日本说你上次就经过我们这儿了 这次你万一要又经过我们这儿了呢 这是我看了一把 说日本好像他有什么合理依据呢 对 他那意思啊 日本到后来就就我看开始 我就听说他要拦朝鲜发射这个导弹还是卫星啊 到后来日本说呢 就是说他要是吊到我这儿 我拦截 他怕那个残体啊 吊到我的领土领海 那么这 他是不是这样 他就可以合理拦截 对 但是这有一个麻烦在哪呢 就是他是三级火箭啊 他公安他公布的 就是第一级的火箭在日本的这边 就是靠近朝鲜这边的日本海脱落 这是人家已经人家就是朝鲜已经公布了 说我的落趋海域大概在哪一块 你传以后 那几天这边都是 这次朝鲜也是依族的规矩嘛 像国际海事局都报告了 对 轨迹啊 到哪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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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这一级火箭这个壳子啊 液体燃料用完这壳子 万一他歪一点落的日 往日本那个这个本土上落的时候 他可以拦截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麻烦在哪儿呢 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啊 因为日本这个弹呢 就是他这个军舰上这个叫标准三的这个弹呢 是将近一亿美元一枚买的 这够好钱啊 我还专门写过一条一 别拦了 对 银带 就是这带是很贵 而且奥巴马呢 现在正好 昨天刚批了这个国会的预算 里边到底给美国这个项目多少钱给不给 现在还没说呢 万一这大壳子掉 你用这拦没拦住呢 奥巴马算了 这技术不过关 甭拦了 甭投钱了 大概是90亿美元吧 原来申请的就是这个导弹防御局 而且感觉朝鲜多硬啊 说你要敢拦 就是战争边缘 我都一听他都是当年咱们人民日报社论的一年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胆敢侵略我们的海空 我们就无情的把他们打下来 都是这样的 但是最先撤的你看没有 是美国 刚才你那小片里也说了 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他先软了 因为朝鲜等于是这样 就是等于说扛过了暴风骤雨般的强硬 就是小布什八年 现在朝鲜说什么都有理了 就是你最硬的都弄过了 现在我干什么 你都不能废话 投不立了 你最横的我都见过 因为小布什最横的时候就2006年 你不是跟我对吗 超强硬对强硬 人家崩 把核实验给试了 然后美国又低头过去 又跟人家谈 说你啊 这个去核功能化呀 什么就谈 把那个反应塔 那个那个那个塔 冷却塔给炸了吗 美国掏的钱250 250万美国 炸了还美国人多钱 炸完 朝鲜又不干 就是这事在美国媒体里边 不知道撤了小布什多少 就是说这牛仔似的最后 还得又得回去跟人谈去 你说你跟当初怎么着来 所以信奈奥巴马不会就是说采取那种方式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北朝鲜啊 其实有点那叫什么呢 朝鲜有点那种美光灯依赖综合症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自己老觉得美国不理他 你老不理我 我得闹点事 你才能理我 他需要美国理他 然后还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 他得要钱出班 要价 他想跟美国单谈 他不想跟六根一块谈 六根谈 他觉得他份还不够大 我怎么就是六分之一呢 这不是我们家的事吗 其实这个事 他就老大单谈 咱们中国人看这个事应该是最熟悉的 当年你记得就是说咱们62年试验了原子弹 然后苏联先急了 跟咱们60年就跟咱们掰扯了 美国也就急了 后来苏联69年跟咱们打仗 上次咱们跟徐老师做过 美国一看 中国跟苏联打仗了 中国这时候就越来越硬 硬的时候后来不是那个谁 尼克松给周恩来林大一来了 对吧 林大一来了 就是说人家看出来 就是说中国你看跟当年跟美国印最后还是得 一个总统给一个中国总理林大一呀 过来 没错 对吧 我看过那个细节啊 说到时候咱们总理啊 不定不不动如山了 就是说飞机下一下 飞机拿头里的手就在这搁着 不伸出去 逼得尼克松呢 不得不走前几步 主动握手 抢钱握手 很有政治意义 我在那这种握手都很有讲解的 我前我刚从印度回来看他们那个 就是说当年那个 尼赫鲁和周恩来握手也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他印度就出一个他们那个边境战争记忆由深的惨痛啊 他就是说什么呢 当时尼赫鲁到中国来是见毛还是见周 他就两幅照片 本来尼赫鲁要当那不坚盟的领袖 你知道吗 东南亚整个我是领袖 是吧 然后他就很气宇宣扬 然后旁边就一幅照片 但是他到北京过 然后就是那种点头哈腰 居日宫的 然后咱们是不是毛主席还是周恩来 反正也是 微然如山 这么一握 哎呦 然后他现在这书大标题就特会炒作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再一次被欺骗 就是当年我们就跟中国班腰拨 然后给蒙了 最后就打我们 给我们打成这样 现在我们得进入 以后世界各国咱都应该学学 握手千万别主动神牛 等着 对吧 这玩意是神牛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我一直有点闹不明白朝鲜啊 他现在的这种运载火箭导弹究竟是以什么水准 当然有时候能掉下来 对吧 但是我又听人说呢 说现在伊朗给他技术 我听说主要是伊朗 是伊朗比他们的技术还是要高一些 不不不 早期的时候是朝鲜最好 朝鲜给伊朗 还给叙利亚 后来你看美国人还蓝 那个以色列还蓝 应该说朝鲜从这个44年前 就是金正日在的 金日成在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火箭研究院 其实咱们也是两大一星 就是其实克隆咱们的 当然老根是苏联那头那种过来的 就是朝鲜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运载火箭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换了很多外汇 我给你看一幅图 你给我们解读解读 对 这是他现在的什么玩意儿 这个小的这个就是他的 就是从苏联早期引进的飞猫腿改的 叫劳动 然后后边这个大普通一呢 是在飞猫腿的基础上又加常了 这就是当年萨达姆跟美国打的时候 就那个飞猫腿吗 对 那个小的是那个 就是飞猫腿 然后他改了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他这一次 美国人认为他要发射的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头有可能是弹头有可能是卫星 就这个大普通二号 对 大普通二号 这头有可能是卫星 那么卫星呢和导弹发射实际上在一开始是看不出来的 只有在第二级火箭 也就是说越过日本之后 看他的这个入射角和他的速度 如果入射角比较大 速度比较高 那是卫星往上打 如果速度比较低 入射角比较小 他就是导弹 不是 就跟前面就制卫星还是导弹 跟那个火箭没关系 跟火箭 跟他那个头 对 那在导弹里头装战斗部吗 就炸药吗 什么的 对 一般来说 他他这次如果是试验的话 他不会试验的 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做了这个核试验了吗 做了核试验就可以做成核战斗部 但是这一次他不会装 但是他没试验过核战斗部装的这小壳里 这个头里边 他会不会损坏 所以说必须做一次弹头飞行实验 弹头飞行实验就是说 他重返大气层 你看咱们神奇返回舱 烧的那样 八千多度的温度 然后里边又乱折腾 又乱滚 别把咱这弹头弄坏了 这叫弹头飞行实验 任何一个国家核武器都得做这一步 美国人是怕他做这个试验 他说我是卫星 我是往上打的 而你火箭的推力不够的时候 一般你看咱们探月 他第一轮打的时候 第一圈 他不是说直接打到轨道上去 那样太费燃料 他第一圈像导弹 往围着地球兜一圈 兜到远地点的时候再进 这样就把动能变成卫能 才能绕到卫星轨道上 所以就是这第一圈这特悬火 只有在第二级火箭脱落的时候 你才能判断 它是导弹 还是卫星 我请教你一下 好像我看的是英文的媒体的报道 关注我也不太懂 他那个词 他就是说这个判断 就看同样是火箭的发射 就看他的叫什么payload 我不知道什么叫payload 是不是燃料 就是第二级的燃料 燃料的量 计量加小 披露是不是枕头 不是披露 是挺相近 他老往那儿想 静看 旁边输 还是那个就是计量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那个航天评论 就是美国航天局 那个NASA的评论里 有很多很细的图 一个一个一个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他的这个 如果燃料相对比较大 那么他就往上推 他说的是这个 就是往上推 如果他到这个时候 没什么燃料 他掉下来 而且他是按朝鲜公布 是3600公里 那就他少装燃料 因为我只是 因为他租了那个 勘插家的观测站 就是朝鲜租了 俄罗斯的观测站 如果他是做弹头试验的话 他从俄罗斯的观测站 可以看他这个弹头的情况 如果是导弹的话 如果是卫星 当然他也要观测 是不是 升空了 而且通讯卫星的是比较大 大概至少100公斤以上 因为通讯卫星 还放咱们东方红 什么的 这样的话他燃料就必须得足 才能打到那个轨道上去 那么刚才我说了 如果燃料不够的时候 他得兜一圈 兜一圈 第二圈再进那个轨道 就是远地轨道进去 那么就这个瞬间的判断 谁也不敢判断 那当时日本拦不拦截 他也得判断 不是 最早的时候 双方对峙的时候 日本和美国发展银弹 将近一亿美元一颗弹的时候 是要在你起飞段就拦截 他主要说白了是对着中国的 中国有很多导弹 陈水扁老说你们撤 就是说你刚一起来 他就拦截 对 你三截火箭都在上面 反射面积也大 好打 他就军舰就在你海边上 你刚一起来 就给你打下来了 所以中国外交部也坚决反对 他们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而且我觉得这里边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他是发射卫星 还是发射导弹 实际上这个技术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矛盾 这里边有一个悖论子 你还不能从理论上 你不能来 就是说阻挡人家发射一个卫星 通信卫星 可是他同样发射卫星 还是什么 他这个技术研制出来 他就可以用这发射导弹 对 就是他这个运载工具 是可以发导弹 可以发导弹 他将来发射导弹 他不就行了吗 就跟你刚才说这两个结架 但是他必须得做一次 刚才我说的弹头飞行试验 试验 就是装核武器那小壳 没错 你得低落了 你让不做试验 到时候战争直接打 你不知道他打得行 没有保险系统 对 但是就是说都害怕 他这个技术 到了一定阶段以后 以后他要发核弹 但是就是对这个事 日本怎么这么不高兴呢 因为日本的第一 他是从日本的上面穿越过去 因为他在往东北 东南方向走的话 从他上不走 当然他按说打过去 已经是外太空了 就是70公里以上了 70100公里以上 那个是外太空 大家都可以走 对吧 当然日本呢 就是说 你这个 因为日本 你看今年二月份出口 已经下降了一半了 你在旁边 就再有这么一个人 咱们都知道 就是朝鲜和日本这点仇 包括跟韩国有 也韩国也有 对 而且他们俩都没合 人家王族啊 对吧 而且你就说这个整个联合国的这个进核 就是朝鲜半岛无核 人家都没核 北朝鲜他出了一个有核了 他害怕呀 这两个 你只能棒着美国这老大说保护我们 这个是吧 而中国呢 我就觉得就有点像美国似的 美国以前大国 就是说他从国家利益出现 哪怕你这是一个无赖国家 一个南美的 还是中东也好 阿范他只要是出于国家利益 他就支持他 咱们现在朝鲜就是咱们的邻国呀 他也有国家利益 你不管咱们跟他的现在意识形态什么 有多少区别 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想 你还真得支持他 就是说你得拿他来 反正你得跟人家谈判 咱们的必须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上 现在争论在哪 比如韩国现在就说 说你甭管是卫星核导弹 你违反了联合国1718号决议 就是他2006年10月9号 他悍然了一次 就是联合国给他有一个制裁 就是说你就是这个制裁的说 你不允许再进行跟导弹有关的活动 但是这个界定就特别难界定 他发卫星从技术上来讲 也是提升导弹技术 但是是不是联合国这个模糊的东西 对应你不允许人发卫星呢 对啊 人员之前也有这个权利啊 我们发卫星我们这个放歌嘛 这个金正日之歌的娱乐嘛 都不允许嘛 对 地区里边的很微妙 注意俄罗斯也跟中国一样 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随便界定 人家都不许发 还得就有点在这两中间调和 我觉得是一个地域战略的考虑 对 它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朝鲜最终 他发的有可能是卫星 因为这一次都公开了嘛 他在试验导弹就第二次汗燃 没必要 把大家都得罪了 没必要 但是问题就在这 前面美国 日本都说你发的是导弹 万一这卫星发上去又上了天 而且又放歌了 那你就 金正日之歌想变全球啊 对 我家伙 然后就等于说把你 就是你们原来说你是诬陷人去吧 对对对对 所以美日也不高兴也在上了 而且美国以前已经说人家萨达姆说那个说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结果进去什么没没搞 我已经弄演演已经瞎了一回合 他他特害怕这事再次发生 哎呦 所以心里都比较苦难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最近你说这个这种国家主权尊严 这个就净惹事啊 你知道这个最近香港 不是不光香港 菲律宾炸了 香港有一个文人叫陶杰 这人写东西啊 一向就是写他他认为是搞笑的风格 对吧 那么他写了一个跟咱们什么南沙群岛主权有关 菲律宾不是跟咱们南沙群岛主权有争议吗 对 他就在一个那种免费的英文杂志上 他大概拿英文写的 写这么一篇评论 他就说呢 称呼就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 作为一个仆人之国啊 你不能对让你赚取面包黄油的主人 耀武扬威 他什么意思呢 他菲律宾有13万费用 给香港人当费用 一个月挣3580港币 对吧 然后说呢 作为爱国人士 他热血沸腾 当即把他家里的费用叫来 严厉教育一番 并且告诫他 如果你想在明年加薪 你必须告诉你的同胞 整个南沙群岛属于中国 他还警告费用 说如果非中爆发战争 他立刻我把你送回菲律宾 因为他不能付给他报酬 以免资助敌国 你知道这事吧 有这么猛的人啊 不是不是 淘洁一向会放 我没有读过原文 这个读原文呢 可能他他自己人以为他实际上是幽默一把说不定还是讽刺那些爱国人士的你明白吗 他特别 但是但是这个话呢 人菲律宾人听起来好在香港那个菲律宾人组织包括菲律宾的什么议员呢 要最后的杂志道歉 他自己本人也也道歉 抗议甚至就在菲律宾国有人动议 就是说不许这个人入境 对 受伤害了吗 就咱这都能理解吧 咱们也容易在被一个强大的国家伤害的时候 咱们也义愤填膺啊 咱们也没 你不能说你你那幽默一下 搞笑一下 那不行 我说储大仇深的人都有这种 比较脆弱 储大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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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就是说你强 默气不好的国家 但这个强人吧 最后他一直比如看打打杀杀 比如好莱坞打片 原来的啊 就说昂格鲁萨克人他靠打杀 最后他突然发现脸来跟你一笑的时候 你才觉得幽默 就是说你只有力量强大的人 你才配幽默 对吧 一般的说力量弱的人 一直当奴才的人都是点头发 还真是 我不去听一相声演员跟我讲 他说我告诉你啊 这幽默 我不知道在美国行不行 他知道在中国幽默呀 只能年龄大的人 对年龄小的人幽默 只能官大的人 对官小的人幽默 没有说反过来的 你比如说毛主席警卫员 对 毛主席他哪有 他只能毛主席随便说一笑话 好笑不好笑 大家哄堂大笑 对对对对 他是有这么一种 我觉得这个曹杰可能也就是因为中国现在钱多了 他也比较 当然他如果是正的是说这件事的话啊 他觉得南沙是我们啊 你你就因为他顾你还得有那么多佣人到我们这来 他就有这种东西爱了一把国是吧 他以前写过类似我现在想起来了也是得罪人写大陆那时候也是优大陆梦忘了什么了好几年前也是发射 发射了 发射什么的 但是咱们看他写一个什么 搞的大陆人非常不高兴 对对对对 举着举波暴动吧 对对对对 也是那样 接下来我林博书走向2010 所以你现在感觉到说话 就是这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很敏感 对对对 你以为你开一玩笑好像人也听不起来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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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e 打4 withdrawal 收起了 Producer